我 我 李慧 你给我听着 你以后要是再跳给别的男人看 或者让别的男人看到你出来和手艺满的地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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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姑娘 你下来唱 这三个就是你的了 妹妹 快下来 简直是不成体统 花儿 别唱了 快进去 可是我还想唱歌呢 我唱歌好听吗 好听 好听 再来一个 我手上这对坠子 就当个天堂 如果你能让我兄弟高兴的话 它就是你的了 好 继续唱给你们 好 好 对了 如果这个耳坠您不喜欢 簪子也不喜欢 这儿还有金镯子 哦 下来姑娘 下来这个就给你 快快快 把梯子搬过来快快快 下来 下来啊 别唱了 快进去 进去 都喜欢听我唱歌 对吗 对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来姑娘 也给您戴上 来 伸出手来 金镯子 我才不要什么金镯子呢 不要 这个不喜欢哪 没事 也还有杨芝毅的镯子呢 皇妹 给我下来 小心 小心 小心老爷 谁啊 谁啊 你啊 好大的胆子 敢搅爷的好事 你哪儿来的 救你好事怎么 你带动我一下 我动你怎么啦 找死啊你 啊 你啊 竹子 行行行行行行 住手 展开展开 怎么回事啊老杨 啊 这还是个高手呢 吃憋了吧 咱们是来办正事的 没必要节外生枝 争风吃醋你看 好吧 此言诧异兄弟 现在不是争风吃醋的事了 嗯 是我面子的事 我要让他们知道 这是谁的地盘 谁才是王法 也就是王法 快 别笑了 求醒了之后 看着 撞走房子 公子 公子 多有得罪 我不知道这姑娘 是您的丫头 要不 您把它让给我 我给您一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 我 我出两千两 一千两银子 我出三千两 滚 周哥哥 周哥哥 我 那塞 咱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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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欢 哎呦你可算醒了 嗯 来 过来擦把脸 喝杯茶吧 嗯 薛姐姐 我昨天 我昨天是不是喝多久了 我没闹什么笑话吧 你昨天醉得是一塌糊涂 你都不知道啊 你都耍酒疯了呢 啊 不是吧 当然是真的 你走出了房间 又唱又跳的 引来了好多人为官 还有人要进驾买你 可把主子跟大师兄气坏了 主子还跟人家打了一架呢 啊 啊 玩到了 所以啊 你以后别再喝那么多酒了 啊 啊 又香又甜的品尝酥 哎 哎呀 就一个精致的 二位 龙小弟 主子 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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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你还好意思抱怨 王上这次微服四宝 本就不想惊动任何人 你却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王上长这么大 大概是第一次 为一个女人跟人打架 他是什么身份啊 连尊贵都不顾了 他心里当然气了 至于大师兄 你本就是他 从小定亲的未婚妻 他心里肯定更气了 关键是我不知道 那个野山葡萄酒 后劲那么大 喝的时候甜甜的 结果喝下去一会儿 脑子就一片空白 什么都不知道 王上 你平时任性妄为也就罢了 怎么在这个特殊时刻 也不知道检点一下 你知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们大家 有多担心你 万一你醉酒后 一不小心泄露了 大家的身份怎么办 还好你昨天晚上 只是唱歌跳舞耍酒分 没有说错话 不然这段时间 我们所有人的苦心经营 全都白费 哦 慌儿知错了 以后再也不谈悲了 好 大赛 哦 医父 让他们去帮忙喂一会儿 嗯 然后你再安排几个人 自作警戒一下 这儿 救救救救救救救钟 我干嘛不理我啊 你全是谁说的 无论我做了让你多不开心的事 你也不会不开心 也不会不理我的 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 那你就是小狗 少来这一趟 你不是早就把我们小时候的情谊 抛在脑后了吗 猪哥哥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 你永远都是我的猪哥哥 我也永远都是你的欢妹妹 行了 你看你看 笑起来都好看 你刚才那样丑死了 你呀 就知道我心软 好欺负 四师傅有急事赵皇 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 势必会引起 康熙和索额图的怀疑 要不这样吧 我去 如果康熙跟索额图问起来 你就说 我因为你们都不理我 跟你们耍兴奏 好 快去快回 一花 四师傅 哎呀 我想死你了 有没有想花啊 你呀 学艺不经还敢偷偷溜出谷去 害得四师傅整天担心你 太子呢 他这会儿行动不方便 四师傅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书见的女儿书完心 她逃走了 四师傅 四师傅 什么事 叔姑娘的心疼病犯了 走 快 救命啊 怎么了 叔姑娘 师傅 我的心疼病犯了 求您救救我呀 救救我 心疼病 要紧吗 严重 如果不救我 我会没命的 求您 赶紧找凡神医救救我吧 当时你义父不在谷中 我又不能违反规矩 把谷外的郎中带回谷中 我就只好驾马车 连夜带着舒婉欣 去谷外找郎中 驾 驾 夜师傅 夜师傅 我肚子疼 找我下去 我要去方便一下 夜师傅 我肚子疼 谢谢夜师傅 没想到 他趁机逃跑了 这舒婉欣出身于官宦之家 又不会武功 他是怎么从你手中逃走的 你知道的 四师傅有些迂腐 把男女大方看得很重 他一个女孩子下 要走得远远的 就方便 我也不便跟着去查看 等我发现异常赶紧去追 已经来不及了 你知道的 你四师傅是汉鸭子 不会游泳 那舒婉欣呢 他不会被淹死了吧 他虽然不会武功 但毕竟出身匠门 不像普通的官宦人家女子 那般娇弱 而且他从小长在江边 睡性很好 当初晋王把他交给我看管时 曾把记载着他的背景资料 也给过我 可我这还是 为他装病时可怜的样子 给骗了 没想到他借机会逃跑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这舒婉欣要是去报官的话 那六师傅和雪姐姐 全都暴露了 说来也奇怪 这舒婉欣逃跑一个月了 官府那边居然毫无动静 舒婉欣没报官吗 我们也想不明白 他没有报官的原因 但是 他极可能已回山西老家 去找他父亲书箭了 据陌生他们传来的消息 书箭现在伤得很重 但吊着一口气 估计是想见他女儿最后一面 幸好到今天 舒婉欣还未曾出现 这下可完了 你说这康熙要去见舒箭 这如果舒箭真的跟舒婉欣见上了 那咱们全都暴露了 你们几个孩子潜伏宫中出生入死 四师傅连这点小事都没办好 四师傅您别这样说嘛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别责怪自己了 这样 我先回去把这个情况告诉朱哥哥 还有六师傅 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对策吧 好 现在呀你们就想办法拖延时间 让康熙晚点去见舒箭 我这边也抓紧时间去找舒婉欣 最好赶在他们父女相见之前 把她找到重新带回明珠谷 李太医 所大人 这叔叔姑娘怎么不见了 她呀 她看我跟主子都不理她 觉得没趣 这赌气跑了 是吗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人去找找她 不用找 这丫头的脾气啊 我了解 她就是故意使个小性子 这会儿啊 不知道在哪个林子里 等着我们去找她呢 咱们就偏不去找她 她觉得自己这招不起作用了 自然就回来了 是吗 没想到世叔姑娘 这么小孩子心性 不过这天色不早了 主子又急着赶路 恐怕她这么耽搁时间 主子会不高兴的 这样吧 我们先走 她回来发现我们不在了 自然会跟上来的 那可不行 主子虽然着急赶路 可更担心 世叔姑娘的安慰 如果我们这样把她丢下走了 主子是不会答应的 也是啊 你说她这跑哪儿去了呢 对了 师父 我忘了问你了 我们谷中排查内间 排查得怎么样了 咱这明珠谷中啊 有三百多户人家 八百多人口 都是大明市 逃进谷中避难的 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 身份十分复杂 历史很难查住 其实那个内奸 跟我交过几次手 虽然他忙着面 而且声音也做得便衣 但是他的武功套路 我感觉很熟悉 你 你居然和他交手了 就你那三脚猛功夫 也敢去抓内奸呢 四师傅 看您这大惊小怪的样子 我这不好好的吗 我有事已经站不到你面前了 我只是觉得 这个内奸好几次跟我交手 都可以杀了我 但他都手下留情 而且他的武功套路 我那么熟悉 我有种预感 他一定是鼓励的人 说不定还和我们很熟 四师傅 你一定要把这个情况 告诉我爹 还有各位师长 大家好好想想 谁最有这个可能 好 我一定转告金王 但你以后 千万不要再扯门了 我膝下没有女儿 只有陌生一个儿子 在我心里 我一直拿你当亲闺女看待 你若有什么意外 我一定会很伤心的 知道了 知道了 四师傅 你放心吧 虽然我别的武功学得最差 但是我亲功好啊 实在不行 我就 先逃命呗 你 光复大明的大业虽然很重要 但在四师傅心中 你们这些孩子的性命 更重要 四师傅 所有的师傅都认为 光复大明是最重要的 也只有你了 最疼我们这些小辈 不说了 我得赶紧走了 好 嗯 好 好 好 沙子 一欢还没回来 是啊 这一欢姑娘还没有回来 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找一找 不用找了 这是胡道 我回来了 赈子 还有 依幻姑娘 主子担心你的安全哪 左带 这边请 好 主子 告退了 龙小爹 你还生气啊 你不理我吗 你不理我 从现在开始呢 到山西有几百里路 那你打算一路上都不理我了吗 龙小爹 龙小爹 怎么办啊 我的龙小爹不理我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呢 那好吧 离婚 你可知罪 奴婢知罪 那我问你 犯了什么罪啊 奴婢犯了 贪吃罪 贪玩罪 贪悲罪 那你打算怎么赎罪啊 奴婢给主子唱首歌吧 如果主子笑了的话 就当原谅奴婢了好不好 好吧 那你先唱来听听 好的 我现在就给您唱 嘻嘻嘻 主子听好了啊 唱歌 製作 stamp on the sky 一片春春秋代酒角 江上周遥楼上燕照 秋娘渡云谈两角 风又飘飘雨又笑笑 何日归家心可抛 影子生雕心自相伤 流光荣一把人泡 红的樱桃绿了芭蕉 李婚 你给我听着 你以后要是再跳舞给别的男人看 或者让别的男人看到你除了脸和手以外的地方 我 我少不了你 知道了 请 再玩 过来交钱 慢点啊 怎么了 我们要过去啊 废什么话 到那边交钱 交钱 君爷 我们过路要交什么钱啊 要想过关 先交税钱 税钱 怎么不走了 竹子 这君爷说了 他要收您的过路钱啊 过路钱 你们天天在这儿收 这位君爷 你这收的什么钱 关口要到 过往商旅 一律上交税钱两调 可我们不是商人 为什么还要交税费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只要从我这儿路口过 就得交钱 这大清立国三十余年 咱们没有听过这样的规矩 少给我落死 干嘛 干嘛 看你像个贵公子模样 两吊钱拿不出来 不想出钱 就别从我这儿过 好 这钱我出 不过你得告诉我 是谁让你们在这儿收钱的 这是我们支县大人的命 你还想怎么着 是吗 龙小爹 这一个小小的支县 就敢巧立明目胡乱收费 再大点的官可了得呀 回去告诉你们大人 就说他头上那顶乌纱梦 很快就要保不住了 知道吗 我们支县大人 朝廷里有人 就你们 算哪根葱啊 我们 我们算 行了 咱先别说了 别耽误了主族的正事 啊 把钱拿过来 这次出去 看来真是出对了 不 两个人 什么事 同志 你们说行态 你们上行态 我们先上行态 我们下行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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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呀 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王法 朕自入山西以来 一路所见 民多吉苦 而各地方官各自为政 朕一日行百余旅 竟连狱三处关口 巧立名目收取税费 过往商旅 都被迫缴纳所谓道路修补款项 贪污之风可见一斑 念及民生之苦 朕实不能美 老大 都记下来了吗 放心吧 全记下来了 老大 你觉得 我能算是一个好皇帝吗 你呀 马马虎虎吧 你别生气啊 你之前跟我说的 让我在你面前 不能说假话 只能说真话的 要是你以前这么说的话 可能我还会不高兴 但是现在我不会 你说得对 我确实 只是一个马马虎虎的皇帝 离一个好皇帝 还差得远呢 还差得远呢 差得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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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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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在哪里 是 好金钥匙 这是我从吴应齐押送的 永利帝遗物当中找到的 只有一副 才能辨别这把金钥匙的真假 但一副回明珠谷 清查内奸去了 下月才会回京城和我碰头 这把金钥匙 先交给我保管 就在我得手的第二天 吴应齐就将永利帝的遗物 交给书箭保管了 那书箭直接当着我们的面 找出那把金钥匙 挂在自己镜上 贴身保管 只怕书箭做梦也想不到 他拼死保护的这把金钥匙 居然是一把锦钥匙 遇到劫匪的时候 你们也在这儿 可又发现什么线索 那帮劫匪 很有可能是吴三贵派来的 在出事的头一天晚上 吴三贵派人 悄悄找到了吴应齐 父王命你连夜快马赶来 有何急事 王一文二公子 在永利帝的遗物中 可否见过一把金钥匙 有 备职奉王一致命 清二公子立刻将金钥匙交给备职 用这把假的金钥匙调包 太迟了 我所押运的东西 在昨日已经全部交由山西组里书舰 那书见一见面 二话没说就当着我们面 直接把这把金钥匙找出来 贴身收藏 据说他是奉了皇上的秘纸 亲自护送这把金钥匙进京 面臭皇上 坏了 没想到我一只快马嘉宾日夜兼证 还是把他移换 朝廷为何会如此看重这把金钥匙 一开始父王也并不看重 可为何又突然派你所回 卑职也只是奉命行事 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二公子若有疑问 待回到颠都之后 亲自问王爷吧 那现在怎么办 来之前 王爷已经做好了各种打算 要卑职无论如何把金钥匙带回去 事到如今 卑职只能假扳盗贼 强行抢回金钥匙 到时候 还请二公子和石将军 多多配合 谁 紧接着第二天 书箭就遇刺了 石青红率着手下假作抵抗 我和叶时帝自然也不会真的出力 书箭虽然是个好将领 精通兵法 却武功平平 而吴三桂派来的一帮杀手们 个个武功高强 不一会儿 就将书箭带的两百精兵 插得七零八落 看来 吴三桂已经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 否则 不会派人连夜追回 只可惜 他万万料想不到 我们赶在书箭之前 就已经调包了金钥匙 他们不惜截杀朝廷命官 但了天大的干系 却只找回一把假钥匙 这倒是个好机会 康熙跟吴三桂本来就彼此猜忌 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激化他们的矛盾 那书箭伤势如何 他一直昏迷不醒 但还强撑着一口气 千万有刘欣 书箭伤势的变化 同时刘欣书万新是否出现 如果有意外的话 马上联系我们 千万不能让康熙提前得到消息 我明白 原本你拿到金钥匙 我和叶氏帝 就准备趁着给书箭寻找良药的机会 不辞而别 可如今出了书碗星这个变故 我们也只能再回到 吴用棋的身边了 辛苦你和叶氏帝了 我们这边 就不如你们那边顺利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铜侠 又被人调了包 关于明珠谷的内奸 我和叶氏帝也想了很久 却不知该怀疑谁 以后大家行事 要更加谨慎 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 一定要守口如瓶 千万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消息 好 我明白 大师兄 我该赶回去和叶氏帝会合 再一起返回吴用棋的身边了 以免石青鸿起一心 樊师妹 叶氏帝为什么不来见我 他究竟去了哪里 我也不知 问他 他也没说 我这儿不知 你看我的在盘子里 你这儿都不合得 这儿 你怎么罚的 你看我 你真怎么回事 我都没舍得花 全攒起来了 攒了五年 终于攒够了 不行不行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承受不起 没关系 这不是 下个月就到 你的圣辰之日了吗 我怕我赶不回来 为你庆贺 所以就当圣辰之礼 一天送给你了 你放心 我又不要求你 回报我是吗 你只要天天把它 带在身上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 不要给我买一个金镯子 你还记不记得 五年前你的生辰之日 我那天问你 你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啊 你告诉我说 你想要一个 特别漂亮的金镯子 是吗 我不记得了 没关系啊 你不记得 我记得就好了 虽然你当年只是随口一说 可是五年来 我一直都记在心里的 你怎么了 你现在 不喜欢金镯子了 还是觉得不够漂亮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金镯子很漂亮 但是 但是 好了 喜欢就好 喜欢 我的一番心就没有白费 来 我给你戴上 不行不行 叶哥哥 这个我还是不能要 我知道 你现在有了康熙这个结拜兄弟 什么都不缺 他随便送你一个首饰 就比我送你的金镯子 贵重百倍 千倍 可小师妹 我希望你明白 有些事情不是今天可以衡量的 不是 叶哥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竹子很好看 我也很喜欢 但是 你还是把它留着 送给 送给你以后心爱的女孩吧 叶哥哥 叶哥哥 你干什么呀 小师妹 这个金镯子是我买来送给你的 你不要 我也不会送给其他女孩 叶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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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我房间啊 我还没问你呢 这么晚 上哪儿去了 我就 随便出去走走 是去见陌生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是什么性子 陌生是什么性子 我能不了解吗 今天晚上 她只让凡师妹来和我接头 自己却不现身 我就疑心着 她一定是想趁我不在的时候 后头来找你 你们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她就是 问候了我几句 就只有这些 只有这些 她就没有 给你带点礼物什么的 没有 什么礼物都没有 每个月 师父就给我们俩 掉钱 她哪有钱给我买礼物啊 又不像咱们 可以在宫里捞到游水什么的 那可不一定 最近几年 这个夜市地 变得十分脸色 平时呢 连一个铜板都不舍得好 偶尔 古中兄弟们操钱买酒喝 她总找借口不参与 她这么努力省钱 一定是为了你 下个月 就是你生日了 她就没有准备什么生日礼物 要给你吗 没有 还说没有 这金镯子哪儿来的 朱哥哥你这个人 明明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根本瞒不了你 你呀 居然把陌生来骗了 没有 我没有帮着他来骗你 我 我只是 我只是平时骗别人的时候 谁都听不出来 只有骗你 老是会找出我的破绽 我知道 你是不想挑起我跟陌生的矛盾 对吗 大家都是兄妹 她也只是疼爱我这个小师妹罢了 所以才给我买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这还算是小礼物啊 这可是陌生对你的一片心哪 那如果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不带他就行了 你愿意带就带吧 其实 陌生对你的心意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但我自信 他夺不走你的 真正让我担心的 其实是另外一个人 事后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明天一早 还要赶路呢 嗯 哦 哦 主子 这口径也是干的 啊 这口径也是干的 竹子 这口径也是干的 进入山西以来 这汗径是越发地严重了 是啊 老人家 这口径也没水了 哦 这儿也没水了 哎呀 这颗咋办哪 老汉带的水早就喝光了 此去我女儿家中 这还有十几里路呢 老人家 我这儿还有一壶水 你先拿去吧 多谢 多谢 老人家 此次的旱情涉及多大的范围啊 多大范围 这方圆数百里 五万青涂地 十二万人口 颗粒无收 颗粒无收啊 我活了七十岁了 这是我见过的 最严重的一次旱情哪 多谢 老人家慢走 主子 七名主子 这个小村庄 有几十户人家 房子都挺干净的 咱们借宿没问题 只是 这村子人烟稀少 好多房子都空着 显得有些诡异 为什么 这些民房都好好的 有一些一看还是新翻修过的 怎么会没人住呢 是啊 房子是挺新的 就是没人住 也许这儿不久之前遭过匪患吧 这户院子里倒是有炊烟冒出来 应该有人 我去看看 有人在吗 官爷不必再催了 老夫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家老宅子里 不是官爷啊 老人家 我们是过路的外地商客 错过了宿头 能否在这里借宿一宿 房钱要多少随便你开 不必给钱 我们这个村子 什么都缺 缺水 缺粮食 缺人 就是不缺空房子 你随便住吧 老人家 此话怎讲 村民们都去哪儿了 我们这个村子 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旱灾 村里只剩下一口老井 每晚能渗出一点点水来 但凡有点办法的 都出去偷亲靠友了 没起没有 但还卖得动腿的 也都到外面去行起 逃生去了 哎呀 只有我这等老弱病残 在这儿等死 可是官家 还逼得我们 快 快 保护主子 这两个人好生一生啊 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主子 这两个就是那日在客栈里 调戏士叔姑娘的人 其中那个领头的把祖 还被主子教训过 怎么回事啊老杨 这还是个高手呢 吃憋了吧 干什么 我问你干什么 梁婆子 我还正纳闷呢 就凭你不敢抗命啊 原来 是有这么一门富贵亲戚 求老板 你可别牵连无辜 老妇 哪儿来的这等富贵亲戚 他们都是过路的客商 在我家借住一宿 明天就得赶路的 路过的客商 让我瞧瞧 咱们是见过的是吧 姑娘 你也在这儿呢 真是缘分哪 你是谁啊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还好意思说呢 要是在客栈合作了闹事 她就是被我教训的那样 哎呀 羞死人呢 原来你还是个朝廷命官啊 那日你当众调戏我家的丫鬟 就已经失了体统 你还追到这个村子了 没完没了了是吗 你 老杨 咱们今天来办正事的 你还穿着官服 收敛一点 也对 老子懒得理这些外小人 几位 老子是来办公差的 梁婆子 怎么着 今儿个你是搬哪 还是不搬哪 不搬 老夫就是死也要死在 我自己的房子里面 你敢公然抗命是不是 你是不是不要活了 老人家 你是不是将房子 座驾卖给了他们 卖给他们 客官 这房子是老夫夫家留下来的祖产 房子后面还有寂寞良田 老夫家祖孙几代人 就靠这点良田生活 如今虽然不幸遭遇了旱灾 可老夫也舍不得 变卖这个祖产哪 这个邱老板 长着官服里有人 随便给了撒瓜俩枣碎银 就要强行圈走咱们整村的房田地呀 你闭嘴 老不死 求老板给你安置费 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你还敢在这里计较或多或少的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捆了你 行了行了 梁婆子 圈地的文书是巡抚衙门发的 你向几个过路的客商诉苦 有用吗 可是在下听说 顺子爷曾下过明朝 废止圈地 几位是读书人吧 看着就像 带着那么一股的迂腐劲 古往今来这皇帝总说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但谁曾见过 哪个王子犯法 真与庶民同罪 就算是在皇城杆底下 那些王公大臣不也是 一大片一大片的圈地吗 皇上不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你以为是过路的客商 我劝你们 别多管闲事 听清楚了吗 老太婆 明日一早 我就带人来这里破土强差 届时你还没搬走的话 那我就把你埋在这破房子里 老夫就在这儿等着你们 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自己的老宅子里面 巡抚衙门令 凡是胆敢公开对抗官府者 建案谋反论主 格杀勿论 所以今天老子就是杀了你 也是在执行公务 最后再问你一遍 搬还是不搬 不搬 明白了 你既然铁了心不搬了 那也好 那你今天晚上就吃得薄的 免得明天做个饿死鬼 呸 呸 看什么看 小心我把你双眼给挖出来 瞧瞧 富商家的丫头都不一样 脾气这么大 把我眼珠子 好了 哇哇哇哇哇 此以为此 主子 这几个混账东西 不给他们点教训啊 这些都是虾兵解教 没用的 老人家 再多吃点吧 不瞒你们说 我都半个月没见米香了 不怕你们见香 我都喝了五碗了 老人家 听说这山西旱情 已经惊动了朝廷 朝廷也已经剥了 大批的赈灾物资 你们都没有分道吗 赈灾物资 咱老百姓 连一粒米都没见到过 一点都没有分道 一颗米粒都没见到过 老人家 我看你这儿 冷锅冷灶的 也有一段时日了吧 不是圈地有安置费吗 为何不拿这些安置费 去买些粮食啊 别提安置费了 姑娘啊 不瞒你们说 就我们这样的地 按理来说 好歹一亩也值四五两银子 可是上面 他们只肯给一两啊 而且层层盘剥下来 有些关系的 运气好的 也只能拿到几钱呢 像我这样的老不死 就只能拿几个铜板 老人家 这圈地一事 已经违反了朝廷的政令 你们为何不上告啊 告 去哪儿告啊 老夫的儿子先去县衙告状 被他们拉了出去 一顿毒荡 还给他胡编了一个什么罪 被他们连打带吐 回来以后 连伤带气的 没多久 就扔向老夫去了 老夫的孙子不服气 接了些前去太原府明月 也被巡抚大人当盗贼 发配关外至今未归 一去不回 还怎么告啊 还有这等事 这山高皇帝远的 这圈地的人 可是个通天的人 通天 是当朝的大红人 敖拜 你知道吧 听说过 陕西巡抚刘德昭 他就是敖拜的门生 还有那个圈地的囚老板 他就是刘德昭 寄取的夫人的小舅子 您说还到哪儿去告啊 可是 听说敖拜不都已经被皇上 给查办了吗 你知道吧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敖拜这些年 提拔了多少门生亲信 他们都大权在握 盘根错节 连皇帝都忌惮他三分 不然为何 皇上就只把敖拜捐禁了呢 这官场上的事说不清 万一哪一天 敖拜东山再骑可怎么办呢 好了 主子 今天的剑文全都记下了 你小心收好 等我回京了之后 请一桩一剑的茶 一个一个地办 主子 潇潇气 今天晚饭都没有吃 保重龙体要紧啊 坐吧 是 这所见所闻 我还怎么试得下 顺治朝就已经下得禁令 到现在还有令不止 有许多百姓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还肯侵吞朝廷的赈灾良款 你爹爹的密奏 所言非虚啊 主子 那咱们可得小心啊 听说这山西官场 熬败残存的势力不可小缺 他们掌握的地方官兵 足有上万 万一他们知道了主子在微服私房 起了歹性可了不得 小不忍则乱大谋 只能暂且忍着了 可是 他们明早就要来强差了 这些百姓们该怎么办 那个叫羊八狗的 还有刘德昭 新老婆的那个小舅子 裘贵吧 他们一个个都是 心狠手辣的角色 如果咱们一走 那几户宁死不班的村民 不得被他们活活给弄死啊 不会吧 这村子里还有几户人家 十几口人 我不相信他们敢全都杀了 主子还别不信 我在山东行医的时候 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也是有几户村民不肯搬迁 那圈地的 是奥拜府上管家的表弟 直接派人在半夜里放了火 却推说是他们自己 不慎烧了房子 那几户家人当中 有几个性子烈的 想要上京告玉庄 却在半路上 被一伙身份不明的歹人给杀了 案件至今未破 老奴老家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不班的一家无口被命门 却推说是得了瘟疫 其余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 那怎么办呀 咱们可得救救他们呀 不然咱们走了 这些老百姓 不得被那些豺狼给吃了 可现在书见伤势危急 我必须尽快赶过去看一看 听到详细汇报 山西官场的情况 只有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才能把这些豺狼一网打尽 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这些豺狼 把人给吃了吗 师叔姑娘 现在主子的安危是最重要的 这俗话说得好 强龙不压低头舍 主子您的身份 是万万不可暴露的 这样吧 待会儿我们进村查一下 然后再做打算 这 主子 您瞧 那户人家好像有人啊 你听 他们好像刚生完孩子 只可惜 明天一早 就得拖家带口 背井离乡 可怜的孩子 搜通 诺才在 把这个珠子 送给他们的孩子 顺便打听一下他们家的情况 喳 一欢呢 刚刚还在我身后呢 这丫头 又乱跑 我明明听到有人求救的呀 救命啊 快走 救命啊 站住 干什么呢你们 当兵的居然抢抢民女啊 瞧着小脸够水的呀 要不一起带回去吧 救老爷见了一定死了 快 快 我跑不动了 姑娘 你没事吧 他们都追上来了 天哪 她怎么长得这么像徐姐姐 难道 这舒婉欣逃跑一个月了 我们也想不明白 她没有报关的原因 但是 她极可能已回山西老家 去找她父亲初见了 哎呀 此处离太原府不远了 难道她就是 从明珠谷逃出来的舒婉欣 可是她一个弱女子 为何不报关 需要独自千里迢迢逃回老家呢 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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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婚儿 来 姑娘 咱们躲这儿 快 去这儿啊 去这儿啊 姑娘 没事吧姑娘 易换 婚儿 易换 屋里好像有婚妹的呼吸声 但似乎 还有另一个微弱的呼吸声 婚妹竟然没有发声 定是石出有烟 不便现身 这丫头 跑哪儿去了 这丫头真是太不让人生气了 易换 快 没事吧 你脸白成这样 是不是特别饿啊 嗯 来 姑娘 吃吧 谢谢 你 你 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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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ns 姑娘 我看你也不像这个村里的人 你为何一个人啊 你从哪儿来啊 要去哪儿啊 小女子 本是山西太原府人士 突经此处 看到一处空的房屋 本打算暂戒一宿 谁想到我刚住进去 就有两个官兵闯了进来 说我强占民宅 要抓我去建官 幸得女侠出手相救 小女子感激不尽 我 我根本不是什么女侠 我跟你一样 是突经此地的过客 你我相遇也算是缘分 不如互相留个性命 他日江湖再见的时候 也是朋友了 我叫易欢 你呢 是玉女侠 玉女侠无依高强 有仗义助人 小女子能够结识玉女侠 是小女子的荣幸 小女子的贱名不足为道 只是 我这出门在外 身上的盘缠没有带足 易女侠家住何处啊 小女子平安回家之后 一定备下薄礼 登门致谢 口风倒是挺紧的 不肯说自己的姓名 反倒盘问起我来了 谢就不必了 我看咱俩年龄相仿 我是顺治十二年 五月初四生的 不知道该管你叫姐姐 还是妹妹啊 小女子出生于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八 可不就是书碗新的生产 那 那你比我大 我应该叫你姐姐 姐姐 你一个人手无腹肌之力 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 也没个伴陪你啊 两个月前 家父把我献给一个 有权有势的男人 那个男人 要在很多姑娘当中 挑选妾室 我是备选之一 没想到 我还没有到那个男人家 就阴差阳错 被人挤走了 直到近日 我才侥幸逃出来 这个有权有势的男人 指的应该就是龙小爹吧 还有此等事情啊 那你逃出来以后 为什么不去报官啊 你现在 难道要去找那个 有权有势的男人啊 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未曾去报官 是因为 那些节奏我的人 固然可恶 但是我不恨他们 反而心存感激 为什么呀 家父把我献给那个 有权有势的男人做妾 并非出于他的本意 实在是那个男人 太有权势 家父不敢违逆 因此 我在心里早已发了誓 若被那男人选中为妾 那我便以死明治 其实那个男人有权有势 也是个不错的归宿啊 你宁死不从 莫非 我看你戴的这块玉 应该是鸳鸯玉吧 你戴的这块是熊的 那瓷的那块 莫非姐姐已经有心上人了 那我明白了 怪不得你从劫匪那儿逃了以后 不去报官 你现在是想去找你心上人啊 实不相瞒 我自幼丧母 和爹爹相依为女 我是真的想在我出走之前 悄悄回一趟家 去看看家父最后一面 他说去看家父最后一面 然后去私奔 那如果他发现他爹快死了 那他肯定就忍不住露面了 这不就麻烦了 这院里有人 帮我们去 一群窝脑妃 这事还得麻烦我 行了行了 想不到这信阳的 居然能听住我们的呼吸声 那我肯定应付不了 不如叫救命吧 不行啊 要是这样就惊动了龙小弟和索额图 那就更糟了 姐姐 我们躲到那边去吧 走 嗯 好 快 怎么了 这边 快 走 跟上 走 走 去那边 追 站住 这一关到底跑哪儿去啊 站住 快点 姐姐 站住 姐姐 姐姐 没事吧 别动 别动 你们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来啊 拿下带走 是 等会儿 你不是 浩雅 这丫头不是跟那几个负伤在一起的吗 怎么了 我总觉得那几个负伤没那么简单 找另外一个 这个不着 免得结外生争 也行 兄弟们 把这个带走 是 快走 不行 姐姐 放开 快走 雨翔 快点 姐姐 别喊了 现在没人能救的人 那边有好多人生 去看看 好 老实点 走 小妮子 没看出来还是个练家子 这天是不是把我的兵给打了 你脾气还真是烈啊 不过爷就喜欢骑练马 之前你不是说要来挖我的眼珠子吗 现在看 只能是爷挖你的肉了 老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你们别老来 我可是赵婷命官 主子 他可轻不易婚死有余辜 你见杀了的已经便宜他了 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自动手杀人 杀海潮挺命魔的 可是大罪 这样一来 很容易暴露身份 杀了就杀了 想办法善后 这三更半夜 你到处跑什么呀 喊你你也不应 你知不知道我们很担心你 我 我是 晚上没吃饱饭 本来想 看看村里没有什么鸡 填饱一下肚子 结果找了一圈没有 就就遇上这个坏蛋了 饿死鬼投胎啊 天天就想着吃 不是 出了事你还能知道什么呀 我还知道饿 你看看你这个妹妹 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陈妹从小生活艰苦 所以一有机会 就惦记那张嘴 让主子见笑了 我知道 你们曾经都吃了不少苦 但现在跟了我 会把你们一时荣华富贵 再不受半点苦头 谢主子恩体 主子 光让我们两个不受苦 也不行啊 你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 都不再受苦才是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 我的老大 虽然贪吃 但不贪心 更不自私 心里边天天装着天下百姓 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主子 主子 这怎么回事 不必慌张 先找个地方 把他埋了吧 这 来人呢 把他拖下去 这 快 来 主子 那个杨八总的尸体 我已经在外面买好了 同时奴才安排了人手 守住了各个路口 现在连这苍蝇 也不会再飞进来了 嗯 办得好 对了 再有人来打探消息的话 先不要杀掉 悄悄把他们拿下 找一个地方关押起来 到时候 他们也是人证之一 喳 还有 这村子里边 剩下五户人家十一口人 但他们全都是老弱禀餐 左图 挑几个可靠的人 去找一个安全僻景之地 务必在天亮之前 把他们全部转移 这 哦 对了 他们都是老弱病残 就把我那辆马车 过给他们 这就是老弱病残 的老弱病残 把他们都给你了 那是老弱病残 你也不会再来 那是老弱病残